昨天下午4点半左右 在休斯顿西南部的69号公路旁的 Southwest Freeway at the Hillcroft上 一辆红色的SUV正在行驶时 突然一个孩子从行驶的汽车中 跌落在马路中央 请看本台记者陈铁梅的整理报道 在视频中您可以看到SUV右转驶入右线时 一个看上去不大的小孩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从车子中滚到了马路上 一位女性司机立即停车 冲过去把孩子抱起来 从视频中看孩子似乎没有受伤的迹象